今天想和大家解答一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大家常常担心DNA疫苗 比如最常见DNA疫苗就是Extra Seneca 就是牛津疫苗和Johnson & Johnson疫苗 它两个都是用线病毒 Adenovirus的载体载一些DNA 打针后将DNA带入人体细胞 令人体细胞做S蛋白 激蛋白引起新冠病毒的免疫反应 有些人经常说DNA进入人体后 就会双进人体的DNA 引起各种病例如癌症或各样 甚至说这些病毒进入人体内 就会不断复制传染病毒给其他人 第二个问题就试试解答 很多人觉得如果免疫系统有病 抵抗力弱的 应不应该打疫苗呢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效果行不行呢 我今天就试试解释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 牛津疫苗和Johnson & Johnson的疫苗 实际上是用了一些线病毒 一个是用了人类线病毒 一个是用了猩猩的线病毒 来做一个载体 载体简单 就像车一样 即是说 就将一些遗传物质DNA 将新冠病毒DNA 将新冠病毒DNA 放入线病毒里面 就将它制成一个针 将这个针打入人体的时候 就能够将这些病毒DNA 打入人体 这个DNA 就进入人体的细胞 他们就叫我们人体细胞 做一些激蛋白出来 从而引发免疫反应 反对疫苗的人 很多时候就攻击 你打DNA 打一些遗传物质 会影响遗传物质 会生疾病 机会是低的 主要原因 就是大家要知道 虽然说这些是线病毒 理论上都是真正的病毒 但是它在实验室里面 都已经经过处理 就会变成不能复制 我们叫做replication defective 就是说它没有能力复制 如果你打针里面 针里面有10粒这个线病毒 带着DNA的线病毒 打进去之后 10粒就永远只有10粒 就是说它不能够 10粒变100粒 变1000粒 10000粒 没有的 所以如果你说DNA 会在人体里面打进去 就会不断复制 会引起人体的各样病 这个机会真是微乎其微 大家其实不用担心这件事 有些人就会说 它怎么都是DNA 你怎么知道 它真的不会双入人体那里 它就算只有10粒 都会进入我们的细胞里面 另外一个旁证 大家要知道 其实线病毒 比如人体线病毒 我这样计算 其实是很普遍的东西 一般线病毒 Heading a virus 它引起 比如说 经常我们平时 有那些 比如有些发烧 有那些上股膏系统感染 就是上股感冒 那些轻微那些 就是不是严重那种 还有有时候会引起那些 红眼症 就是眼睫膜发炎 那些东西 通常都是自己会好 就算你不吃药 休息一下 都会是好的病 那大家其实每天 都是面对着这个线病毒 那大家会不会担心 那个线病毒 平时你伤风感冒之后 或者红眼症之后 那些病毒的DNA 跑进你的身体那里 跑进你的细胞里面 引起癌症 那大家你平时 不要担心这件事 线病毒天然感染我们 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DNA 双入人体的问题 还有还有一个天然的线病毒 是replication capable的 就是说它能够复制 就是说如果你感染了 这个天然的人体线病毒 进入了你 比如说你飞沫传染 你吸了一些下去 吸了人体之后 其实它一粒可以变成一百粒 一万粒 一千万粒 那这样的复制法 它都没有双入我们的DNA 没有办法复制疫苗里面的线病毒 就怎样能够走进我们的DNA 引起癌症呢 所以其实这件事 大家真的不用太担心 第二个问题 就是关于抵抗力药的人 打疫苗的问题 很多人问这件事 一般来说 抵抗力药的人 比如有些人在吃绿高醇 长期吃的 有些人有免疫系统的病 比如红蚂囊疮病 雷风湿关治炎 或者类似的病 或者有些人有癌症 在做化疗 在做各样的治疗 都可能令到抵抗力减弱 那这些人打疫苗之后 有些人又担心 比如牛津疫苗 或者Astra Seneca疫苗 里面有病毒的 那打了下去会不会有问题呢 其实也是回到我刚才说的一点 因为这个疫苗里面的病毒 就不能复制 那它打了进去 一粒就一粒 十粒就十粒 它没有办法复制 其实就没有办法感染我们 所以即使是你抵抗你药 有我刚才说的病 在做一些治疗 那打这个比如牛津 Johnson Johnson疫苗 其实就不怕会被那些病毒感染 更加就不会传染给其他人 其实在这些有慢性病 或者有免疫系统病的人身上 我们担心的就是疫苗的效果 就不是那么理想 很多时候打完疫苗之后 就引起那个保护反应 就不是那么好的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这些病 或者在做这些治疗 最终你打了这些新冠疫苗的话 最好都是要特别小心 最好都要继续戴口罩 都要跟人们保持距离 这样就尽量不要被自己 接触到这个新冠病毒 就最稳妥 最好最好就是 如果家人可以的话 就全部都接种了疫苗 来造成一个保护的范围 就去保护住病人 那就最安全了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看 请你留言 点赞 订阅 订阅之后 记住按下小铃铛 你就会知道我们有新片出的了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